两岸头条天天有料 大家好我是帅兵 今天是2020年5月16号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民进党明代主动撤回 删除国家统一相关文字两项提案 台媒认为所谓修法动作让两岸关系紧绷 民进党当局在内部压力下主动撤案 法国政府计划向台湾出售武器 中方要求法方立即撤销 以免对两国两军关系造成进一步损害 韩国瑜首次就罢韩表态 喊话支持者6月6号不要出来投票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 民进党集民代表蔡易渝日前提案 修改台湾地区限制性规定增修条文前沿 及所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删除其中国家统一相关文字 前者15号列入一读程序 后者于上周在台立法机构一读通过 两项提案让两岸关系急速紧绷 不料蔡易渝昨天却主动撤回了这两项提案 对于民进党再次操弄统独问题 国民党这次决议不当刹车皮 并表示将自动排审提案 看谁打假球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昨天当台立法机构议事人员宣读蔡易渝提案 正准备完成一读程序前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游锡坤宣布蔡易渝撤回提案 同时所谓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修正草案也同步撤案 特别的是当宣布撤案并询问现场民态有无异议 结果共同提案人包括民进党民态王美惠 陈廷飞 林楚音 庄瑞雄 没有一人表达异议 面对民进党民态把两岸议题当儿戏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表示 民进党类似提案一堆哪件认真处理过 呼吁不要再消费 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指出 蔡易渝撤案时声称 现在的时机点太危险 有义务避免台海局势失稳 请问搞台独哪时候不危险 洪秀柱表示 民进党30多年来不断欺骗人民鼓吹台独 然而陈水扁执政了8年 蔡英文也将迈入完全执政的第二任期 结果呢 别说修改现行规定和制定新的规定 就连所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内修改几个字都办不到 台湾民众难道还看不清现实吗 中国时报认为 从蔡易渝主动撤案动作看 意味此次牵动法理台独的所谓修法动作 确实已让蔡英文当局面临两岸关系更紧绷的处境 因而在内部压力下主动撤案 此前针对上述民进党金迷代表提案已逝 郭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应勋表示 一段时间以来 一小撮台独分裂分子误判形势 企图在谋独的道路上飙车 不断试图挑战大陆底线 是极其危险的 我们严正警告台独分裂势力 不要低估14亿中国人民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 针对法国政府计划向台湾出售武器 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15号表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 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开展军事联系 中方要求法方立即撤销有关对台军售项目 以免对两国两军关系造成进一步损害 中国军队有坚定的意志 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 挫败任何形式的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行径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坚定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好我们最后再把视线来转向高雄 高雄市长韩国瑜罢免案投票将在6月6号举行 15号晚间韩国瑜在社交媒体发出影片真情告白 正式向支持者喊话 6月6号不要出来投票 不要参加任何政治运动 这也是他在罢免攻防上第一次正式发声 韩国瑜在影片中表示 在这关键时刻更能考验谁在意短期的政治胜败 谁在乎社会的长远发展 韩国瑜提到高雄市府团队不贪污 不炒土地不包工程 全心全意为高雄打拼 很多市民都感受到 高雄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吃了亏 台当局过度重北清南 高雄很多资源条件没有完全释放挥洒 但他上任这一年半 全台湾最让大家关切重视的就是高雄 对于罢韩韩国瑜喊话 所有外线市的好朋友 6月6号这一天拜托不要来高雄 请你关心韩国瑜就可以了 不要付诸行动 外线市支持者来高雄会造成更多想象空间 高雄市支持者也不要投票 出来监票就好 他表示这是他的内心话 市政团队兢兢业业打拼 问心无愧 面对罢免他内心坦荡 希望高雄幸福和谐 没有对立冲突 这就是他最想对市民说的话 高雄市府新闻局表示 韩国瑜关心高雄长远发展 对他来说维持高雄的发展与稳定 避免对立与伤痕 比一时的政治激情更重要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头条的全部内容 我是帅兵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